他是金像獎 金馬獎 雙尿的華藝女后 輝瑩宏光鮮亮麗的背後 歷經了很多人生悲喜 我是排第五的 家裡還有第六的 那前面四個因為都表年紀大 送去學系了 本來連我都要送走的 可是因為那個老師不要 我太小了 三歲 但烏肉偏逢連夜雨 輝瑩宏一家又遭遇 香港史上最強的颱風 那時候我們住在木屋區 睡著半夜 傾盆大雨 就是溫帶吹 整個木屋沒有 沒有燈廳晚上 我爸 我妹妹 我媽四個人 露夜就去到那個樓梯底的一些洋房 在咸盆底的就在那邊住 當年才三歲的惠瑩宏一整天沒吃飯 跟爸媽喊著肚子餓 大人可以忍 但小孩怎麼忍得了 媽媽只好厚著臉皮 帶著他到市區套食物 我媽媽帶著我去那個餐廳的後面 餐廳都會把那個吃剩的弄得很乾淨 在後面發給一些窮人 我們就是吃那個吃了一個多月 母人倆天天到餐廳討剩菜 帶回家一家四口分著吃 一位鄰居阿姨看不下去 主動來介紹工作 有一天他就過來跟我媽說 他說你這樣生活 其實小孩也很慘 那時候常常下雨 又睡在樓梯底這種 他要不然就跟我去灣仔要錢 因為那時候是美軍來灣仔去度假嘛 打完越南這樣就去 來香港是酒吧區來一個小度假這樣 所以賺錢的方法比較快 要錢的方法比較快 原來阿姨口中的工作 是到香港灣仔酒吧區 向外國軍人都受口香糖 但實際上是靠著撒嬌 祈討更多的錢 至此十年 十年再萬仔 就是要賣口香糖這樣 賣到我十三歲可以買 看很多巴黎 看很多這種黃色的事情 那時候就覺得自己不能再待在那裡 我不能一輩子是這樣子 阿比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晚上七點半 台灣打搜索頻道不見不散